东周系列连环画 怡无争畏 公元前651年 晋献公本想去参加其还宫召集的魁丘大会 哪知半路上得了病 只得连夜赶回城 献公本来有好几个儿子 因为听信宠妃离击的话 逼死了太子申生 公子崇尔和怡无也被逼逃亡国外 献公另立了离姬的儿子西齐做太子 离姬见献公气色很坏 料他活不久了 想起自己到底是个女人 儿子又小 将来崇尔他们借外力回国争权 那就糟了 他留着泪问献公怎么办 献公把寻西找来 契船传递指着西齐对他说 我想把这年幼的儿子托你扶住 你能不能答应我啊 寻西道 我一定尽力而为 献公也知道自己病重 活不长了 不觉留下两行老累 过了几天 献公果然死了 寻西遵召一命 奉西齐登位 办理丧事 离击拜寻西为上卿 夹封两五 东关五座左右司马 要他们带兵巡行 以防意外 西齐即位以后 李克斯下里对批正父说 这小孩果然做了尽猴 深生的冤仇难道就这样算了 正父说 这事都是寻西一个人干的 我们且去打听打听他的口气再说吧 两个人商量了一阵 便坐车一同到寻西府上来 见了面 李克开门见山地问寻西 主上死了 众耳 一无都在国外 你是晋国大臣 不迎接长公子四位 竟拥戴这样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够服人 如果两位公子请外兵前来正位 你有什么办法抵御啊 寻西说 我受先军的嘱托 义无反顾 如果他们前来正位 我只有尽力而为 万一力不从心 只有一死了事 批正父劝他 与其白白死掉 何不做别的打算 寻西毫不动摇 我既然承担了先军的嘱托 怎么能不守信义呢 两人再三劝说 见寻西心如铁石 只好告辞了出来 路上 李克要批正父拿主意 正父说 他为西齐 我为宠儿 那只有各走各的路了 两人又商量了一会 决定派人去行刺西齐 第二天 正当西齐在县公灵前豪哭的时候 忽然侍卫中窜出两个人来 用利剑刺杀了西齐 灵堂里立刻大乱 忽诗见西齐被杀 挺见和那两个人格斗 旁边的侍卫惊呆了 不知怎样才好 忽诗受宠献功 和黎姬勾搭在一起 增出过不少坏主意 忽诗斗了一会 底底不住 也被刺死了 那两个侍卫 趁乱哄哄的当儿 迅速逃走了 徐熙听说灵堂里出了事 急忙从外面赶来 一看西齐倒卧在雪坡里 禁不住腐尸痛哭 我受一命嘱托 却不能保护你 这是我的罪过啊 徐熙正想触住自杀 黎姬也赶了来 他比徐熙更悲痛 但却更有主意 他劝徐熙 君叔还没有安葬 大夫就撒手不管了吗 西齐虽死 还有卓子在呀 徐熙听从了黎姬的劝告 就在当天召集百官会议 改历九岁的卓子为君 并承办了侍卫中的头目 李克和批正负都没有上朝 装作不闻不问的样子 散朝后 梁武私下李拜见徐熙 说西齐被杀 一定是李批两人指使的 要徐熙承办他们 徐熙却说 李克和批正负都是晋国的老臣 跟身党固 不易对付 还是暂时忍耐着吧 梁武见徐熙不采纳他的意见 很不放心 便又去对东关武说 徐熙虽然忠心 却缺乏谋算 做事又很迟缓 我们不能依靠他 得想办法对付李 批他们 他们主张先处李克 东关武要梁武拿出办法来 梁武游移了一会 说 县功就要安葬了 如果趁李克送丧的时候 派个人去刺杀他 不就成了吗 东关武听说派刺客 联想起门客中的图案一道 是非常合适的 两人商量好以后 东关武回去 找来图案一 把这份差事交给他 说如果事情成功了 答应给他观坐 图案一领了命令 但不知这是做的做不的 便去找他的好友大夫 追传商量 追传说 太子深生的冤情 谁不知道 现在李克他们要 坚除离击一党 盈利从而为君 这是件好事啊 你千万不能乱来 图案一荒了手脚 想回去辞退这份差事 追传说 你要是推辞了 他还会另派人去的 你不如假意答应 却调转枪头 刺杀那些逆党 这样可以名利双收 你看怎样 图案一很赞成 追传怕他变化 又试探地问了几句 图案一为了表示 自己的决心 和追传杀鸡力学 饮酒力蒙 追传送走图案一 忙去告诉李克和批正负 他们秘密地商量了 对付的办法 决定在县公安葬那天 趁机动手 再由追传去通知图案一 到了县公安葬那天 李克推说有病 没有前来 图案一假意向东关五 请拨300名兵士 去刺杀李克 东关五立刻答应了 拨给他300名精壮武士 图案一领着他们 飞也四地出发 奔向李克的府地来 过了一会 李克派人到墓地去向 荀西求救 诈称有兵士围了他的家 荀西摸不着头脑 忙问东关五是怎么一回事 东关五说 听说李克要趁机作乱 我所以派兵去赐他 成功了更好 不成功我也不会连累你 荀西心里很慌 不成功怎么办呢 事情已经僵了 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他立刻派梁武和东关五前去相帮 荀西曹操把灵鹫安葬好 回到朝中 等候消息 东关五的队伍刚行到东市 恰遇图案一领兵回来 图案一假意上前向东关五报告情况 图案一趁东关五不在意的当儿 挥起大刀 把东关五砍倒 军队立刻大乱 图案一高呼 公子崇尔已领兵到了城外 我奉礼大夫之命 为顾太子申生申冤 诛杀逆党 盈利崇尔为军 愿意的都跟我来 兵士听说崇尔为军 全都跟着图案一去杀奸党 梁武见东关五被杀 吉祥逃回朝堂 和荀西一同出奔 图案一 李克 批正负 追船 和兵一处 紧紧追赶 梁武知道难以脱身 拔剑自杀 却没有割断喉管 被图案一抓了过来 李克手起一刀 把他劈成两段 李克和众人一起杀进朝门 侍臣们都已逃光 荀西毫无惧色 抱着镯子 对李克说 小孩子有什么罪过啊 你们杀了我 请留下仙君这块肉吧 李克反问道 身生哪里去了 难道不是仙君的一块肉吗 一面喝叫图案一动手 图案一立刻从寻西手中 把镯子夺过来 只听得咔咔一声 镯子被摔死了 荀西大怒 挺剑来刺李克 李克退了两步 图案一份勇上前 只几个回合 就把荀西砍倒了 李克领着众人杀进宫中 黎基知道 落在别人手里没有好死 盲奔到园里投水自尽 他处心积虑所征得的权位 最后还是失掉了 又害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 李克除了黎基一党 和百官商量盈利新军的事 他认为公子中要算宠儿最长 也最闲 应当继承军卫 批政府说 这种大事 最好听听糊涂老太夫怎么说 李克派人征求糊涂的意见 糊涂推辞了 他说 我两个儿子胡毛和胡眼都跟卓仲儿 如果我也签名迎宠儿回国 不是要跟着大家一同担这是军的罪名吗 何况我年纪大了 不管是了 还是请各位做主吧 李克见他不愿意 也就算了 自己拿起笔来 第一个在表上签了名 陆续签名的有三十多人 李克派图案一奉表到宅国去 迎接崇尔回国即位 崇尔接到迎表 看了两遍 找不到糊涂的名字 不禁沉吟起来 魏抽在旁道 人家迎接你回国即位 你还疑疑惑惑的 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外做客吗 崇尔说 这些事情你是不懂的 西齐他们虽然被杀了 但有些党羽并未除境 回国之后 定然会惹出麻烦来的 胡言也认为 在变乱的时候回去不好 劝崇尔不要走 崇尔谢绝了图案一的迎请 图案一只好回到将城负命 李克还想再派人去请 大夫梁姚米说 哪一个公子都可以做国君 崇尔不来 何不去迎接乙吾呢 李克认为乙吾比较贪心和残忍 不像崇尔那样贤明 梁姚米反驳道 他虽然不及崇尔 难道不比其他的公子好吗 其余的大臣都沉默着 李克没法 只好派图案一 梁姚米去迎接乙吾 乙吾必居在梁国 他已得到国内变乱的消息 打算回来征卫 如今见图案一和梁姚米来迎接 快活急了 自言自语说 这是天老爷帮忙 把江山从崇尔手中夺给我了 乙吾的臣子戏锐说 崇尔不愿回国 不过是惧怕离机的与党作乱罢了 因此 我们不能不做预防 他主张要重赏礼 批两人 取得他们的支持 同时 请求秦国出兵护送 如果秦国答应 那才安全 乙吾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打算以焚羊地方的100万亩田赏给李克 富魁地方的70万亩田赏给批正负 又怕他们不信 特地写了两张地契 交给图案一 要他带回去 乙吾又写了封信 派梁姚米到秦国去 请穆公出兵相助 穆公接到信 对签书说 听说崇尔和乙吾都还不错 我要选择一个送他回国 你看挑哪个好 点双引号 签书并不了解崇尔和乙吾的为人 主张先派人前去调问 了解情形之后再做决定 穆公便派公子直到翟国去 先调问崇尔 然后到梁国去 再调问乙吾 公子直到了翟国 见过崇尔 转达了穆公调丧之意 崇尔连忙打理 接着公子直向他表示 如果他想趁这个时候回国去的话 秦国愿意帮忙 众尔谢过了他的好意 进去和赵衰商量 赵衰说既然拒绝了国内迎请 却接受外力的帮助回去 也不是很光彩的 赵衰还有未抽 颠邪 先诊 都是晋国有声望的文臣武将 当年器官离乡 随崇尔出奔 崇尔便出来向公子直表示 不愿趁着君父死亡的当儿 回去争权夺位 婉言谢绝了秦国的帮助 公子直见崇尔不从 深深佩服他的贤明 便告辞动身到梁国去 公子直见过乙吾 同样地转达了穆公调丧之意 然后表示 如果乙吾打算趁机回国的话 秦国愿意帮忙 乙吾打理致谢 心里喜滋滋的 他退到内室 对系瑞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秦国愿意帮助我回国里 系瑞说 秦人和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交情 还不是想得到些好处 如果想得到秦国的帮助 我看还得割让大块土地给他们 乙吾犹疑着说 割让大块土地 这对秦国不是个损失吗 系瑞道 公子不回国 秦国的土地一尺一寸也得不着啊 别人的东西 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 当晚排下严习招待公子直 久过数巡 乙吾捧了地气 送到公子直面前说 要是秦国能够出兵送我回去 我愿意把这和西武城献给穆公作为酬谢 公子直本无所取报酬的意思 慌忙起身推辞 乙吾把手一招 出来一群随从 各个手捧盘子 盘子里放着黄金十亿 白币六双 乙吾说 这一点小东西是送给大夫的 公子直想 乐得接受 就不再推辞 一起收下了 公子直回到秦国 向穆公报告经过 穆公说 看两公子的作为 崇尔比乙吾贤明多了 还是护送崇尔回去吧 公子直问道 你这样做 是真心为晋国打算呢 还是想成名于天下 穆公笑着说 晋国和我有什么相干 我只不过想成名于天下罢了 公子直说 你如果真心爱护晋国 当然要选择一个贤明的人 不然 还不如挑个孬的 进军贤明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说得穆公连连点头称是 秦穆公便派大江公孙芝 率领兵马护送移吾回国 秦军到达晋国的边境时 李克批正父请老臣胡突为首 领着群臣前来迎接 百姓见识移吾回国 都感到失望 移吾回到匠城即位 侍卫会公 他立儿子羽为世子 封国就国社 胡突为上大夫 吕省 系瑞为中大夫 图案仪为夏大夫 其余的人都没有封赏 从前答应给李克 何批正父的土地 连提也不提 公孙芝留在晋国 等移吾割让和西武城 移吾却又舍不得起来 和群臣商议 吕省说 主公当初所以贿赂秦国 是因为不能回国的缘故 现在既然回来了 晋国就是自己的了 不给 秦国又能怎么样呢 李克战出来说 主公才回来 就失信于一个强大的邻国 这不是好事 还是割让得好 原先献割地主义的 系瑞也反悔了 他说 这是先军百战得来的地方 不能随便割让 李克则问他 既然知道是先军得来的 当初怎么随便许给人家呢 答应了又不给 说得过去吗 系瑞恼羞成怒 大鹤道 李克并不是为秦国打算 想趁此取得 焚羊一百万亩田 他怕主公不给 却拿秦国做招牌 批正负怕李克再争下去 用胳膀推了他一下 李克心中有数 不敢再说 宜吴犹豫了一会 打算割让一两个城池 旅省说 割一两个城池 也不能说顾全了信用 反而挑动秦国来争夺 不如不给 宜吴才拿定了主意 叫旅省写封信回复木工 信上只说回来后 本打算割让何锡五成 但是大臣们都反对 只好过一个时候再办 宜吴问谁人愿去送信 批正负自动讨了这份差事 散潮以后 李克非常不快 盈利宜吴 不是他的本意 现在宜吴即位 却任用国社 旅省 系瑞一般私人 疏远就沉 今天 讲了公道话 系瑞却说他为了自己 如何不弃 他忙派人去找批正负来商量 过了好一会 派去的人回来报说 批正负已经和公孙芝一同走了 李克立刻出城追赶 想意图心中的不快 但仍然没有赶上 原来 正负怕吕 系一心 所以一刻不停留地走了 李克一个人望着西去的方向 心里很替自己担忧 批正负估计的没有错 散潮以后 吕省 系瑞也怀疑李 批之间有联系 私下李派人打探 系瑞的亲信探得 批正负积极出走 和李克出城的情况 立刻回去报告主人 系瑞便去见一无 把他们两人的行迹说了一遍 并道 李克讲你夺了他的权柄 又不给他焚羊的田地 他本来打算赢回崇尔的 将来 如果他和崇尔里应外合 怎么对付 不如现在杀掉他 以绝后患 一无说李克也是赢我回国的 要杀他加上什么罪名呢 系瑞道 李克杀死西齐 卓子 循西 罪大恶极 不能以营主的功劳宽恕他 应该办他的罪 一无便让系瑞去办 系瑞来到李克的家里 对他说 主公叫我传他的旨意 说不敢忘记你盈利的功劳 但你杀了两个君主 一个大臣 叫现在做君主的也很寒心力 李克大吃一惊 他马上恢复了平静 说我不杀掉西齐和卓子 他怎么能回国的做君主呢 系瑞催逼道 主公赐你自尽 还是宽待你的 不必啰嗦了 李克大叫道 你们既然要给我加上个罪名 还怕找不到借口吗 说完 拔剑向自己的井上一抹 倒地死了 一无杀了李克 一些旧臣都不心服 一无想把他们都杀光 系瑞以为批正负现在外面 要是目前下手 他听到了必然害怕 会以仗外力来攻打晋国 再说 批正负讨了初始秦国的差事 也正因为惠公答应给他的富奎田地没有给 心中非常怨恨 想借秦国的力量来除掉旅 系两人 谢一谢激愤 便和公孙芝同去见穆公 见了穆公 批正负呈上国书 穆公拍案大怒 我早知道一无不堪为君 现在果然被他欺骗了 便要杀批正负 亏得公孙芝在旁说明了真相 穆公才明白这是和批正负无关 秦国的文武官员都很气愤 大夫冷制说 一无不守信用 简直是骗子 有些武将主张 晋国不给 就出兵去拿下这五个城池 有的大臣见到 秦 尽是亲戚 我们送一无回国不是为了土地 不能因此伤了和气 叫人见笑 穆公于怒未惜 问批正负道 谁叫一无这样做的 我要亲手杀掉他 批正负请穆公秉退了左右 才悄悄地说 是旅省系瑞两人 君如派人到晋国去询问 用好话请他俩前来 然后下手 再护送崇尔回国 臣与李克逐一无 为君内应 如何 目光大喜 当下便派冷制和批正负 带了许多礼物 黄金 前往晋国 两个人到了匠城郊外 批正负得知李克被杀的消息 心里犹豫起来 打算回到秦国 但又担心留在将城的儿子批报 感到进退两难 拿不定主意 这时 他听说大夫共华现在郊外 便派人请来相见 共华叙述了李克被害的经过 正负问 我回来有危险吗 共华说 和李克同事的人很多 现在只杀了他一个 并没有累积旁人 何况你出使在外 就装作不知道好了 正负听从了他的话 便和冷制进城 批正负先向惠公复命 然后引冷制上殿 惠公建国书上写着 晋 秦氏生旧的关系 但在晋国 还不适合在秦国一样 我还要这和西武城干什么 不过我有些是想和吕 系两大夫商量 希望他们能来一次 国书后面又附上一句 原地契交还 那地契果然附在信里 惠公是个摊比的人 建冷制城上的礼物 黄金很多 又交还了地契 如何不喜 便打算叫吕 系两人到秦国去一趟 散潮后 系瑞对吕省说 秦氏这趟访问 不是好意 话说得好听 礼物又多 显然是又我们前去 我们一去 他们定然会趁机要挟 索取和西武城 吕省也同意他的看法 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 系瑞说 正父和李克本是同谋 李克被杀 他怎能不怕 你料得对 现在朝理多半是李 批一党 如果正父有什么打算 一定还有同谋的人 最好先把秦氏遣回 然后再慢慢打探 两人到宫里 向惠公奏报了他们的打算 惠公认为他们想得周到 便召见冷制 对他说 晋国现在还没有安定 等吕 系两臣有空时候 就当尊穆公的话前去 冷制只得回秦去了 吕省和系瑞派遣了许多亲信 每天夜晚 潜伏在批正父的住处外 查看动静 正父见冷制回去了 吕 系两人并没有动身去秦的样子 便暗暗地邀请了齐举 贡华 贾华 追传等人 在夜里到家中议事 一直谈到五谷 才分头回去 系瑞的亲信赶忙把这件事报给主人知道 系瑞认为 他们谈的一定是谋判的事 不然 不会要这么一个通业 他和吕省商量了一阵 四人请图案一来 不一会 图案一来了 系瑞 劈头就道 你大祸临头了 怎么办呢 图案一下的面如土色 大祸从何而来 系瑞说 你曾帮助里克室佑军 现在里克已经死了 主公还要承办你呢 我们看你有营主之功 不忍让你白白被杀 所以把这消息告诉你 图案一急得眼泪直流 图案一跪下来 向系瑞求计 系瑞把他扶起 悄悄地说 现在 批正负和重大夫阴谋作乱 要赢宠尔回国 你可设法加入他们一党 带套的真情 先来出手 那么 我把富奎地方的田地 赏30万亩给你 图案一再三向系瑞致谢 但又担心自己不善言辞 吕省说 这好办 我来教你 便凑近去叫了他一番话 图案一一一记住了 当天夜里 图案一敲开了P家的门 说有秘密是求见 守门人通报以后 正负却不愿见他 图案一一定要见 赖着不肯离开 等了好一会 守门的再去通报 正负才请他进去 图案一一件P正负 便跪了下来 哀求道 大夫救我一救 正负吃了一惊 问他怎么一回事 图案一说 我曾帮助李克士卓子 现在会公要杀害我 怎么办呢 正负说现在吕 系两人当权 你为什么不去求他们 图案一咬牙切齿地说 这都是吕 系的阴谋 我恨不得杀掉他们 求他们有什么用呢 正负仍不放心 问道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图案一说 国人都愿拥戴 崇尔为君 秦人恨一无被约 也要改例 如果你写封信 让我送去 叫他利用秦军打回来 你在这里启示接应 管保成功 P正负又问他 到了紧要关头 你是不是会变卦呀 图案一抖得咬破食指 血淋淋的 发誓道 如果变卦 叫我满门遭斩 P正负见他这样 方才相信 约他明天夜里 三更十分再来商议 第二天夜里 图案一再到记家的时候 齐举 共华 贾华 追传等人都在 连P正负 图案一共十个 大家对天煞血 拥戴崇尔为君 启示以后 P正负设九款贷众人 吃得酒醉饭饱 方才分头回去 图案一却转到 戏家报告 戏瑞认为没有证据 不好办罪 要他去讨一封 正负的亲笔信 第二天夜里 图案一又到P家 要正负写一封亲笔信 好让他去送给崇尔 正负一面写信 一面约其余的人到来 信写好后 齐举 共华等八人 都画上了花鸭 图案一也毫不犹豫的 在最后一个名字下画了鸭 P正负把书信封好 交给图案一 叫他小心 万万不能遗失 泄漏 图案一连连答应 告辞而去 哪知图案一却直到戏家 把书信交给戏瑞 戏瑞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高兴急了 要图案一暂时躲在他家里 戏瑞找了吕省 一同去见国社 把详细经过告诉他 并道 如不及时下手 便要出事了 国社急道 那怎样下手呢 戏瑞道 我们已经打算好了 国社 国社不敢怠慢 连夜去见惠公 报告了P正负等人的密谋 惠公又气又急 决定照着吕 系两人的主义办 第二天早朝 百官行礼币 惠公把P正负叫上殿 鼠声则问 听说你要主我 改迎宠儿 我问你 我有什么罪过 郑负正要开口 系瑞账见大贺道 你干的好事 派了图案一去迎接宠儿 现在图案一已被擒货 全都招任 你们不必狡辩了 惠公把那封信扔下来 旅省时起 按上面签押的名字 叫武士一个个拿下 齐举 贾华 追传等八个人 因是出意外 一时都不知如何应付 只好束手就擒 贡华有事在家 没有到来 贡华在家听到这个消息 盲拜辞家妙 要到朝中去领罪 他的弟弟劝他逃走 贡华道 批大夫所以入将城 是我劝他的 他死了 我独自偷生 便不是大丈夫 说吧 积极跑向朝中去 贡公正要差人去拿贡华 见他自己头盗 来得正好 便喝命武士将他拿下 贡公喝酒 押出朝门斩首 批正负 贡华九个临死的时候 还不知道中了旅 积的轨迹 被图案仪出卖了呢 贡公还不甘心 要杀进这九位大夫的全家 积瑞怕人心不服 劝阻了贡公 图案仪被升为中大夫 并得到三十万亩的赏地 正负的儿子批报得到消息 只身逃到秦国 向穆公哭诉他父亲和八位大臣的被害经过 要求穆公出兵罚禁 穆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签书说 单凭批报的话就去罚禁 这是助臣罚军 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百里希也说 如果百姓不服 必然会发生内变 到那时再讨伐也不迟 秦穆公决定暂不出兵 留下批报 封他做大夫 又安慰了他一阵 批报只好纳下这口冤气 静等晋国的变化